五更起来 秦孝公精神大好 在短兵厅练了一会儿剑术 昨日书写血杯 斩断的是左手两指 右手对他太重要了 至少提笔直剑是决然要用的 木下虽然左手吊着布袋 依然没有影响他的沉练 练完剑天色已经萌萌发亮 老林雨暂时停了 天上黑云向西急急而去 晴帝燕云 云向西水滴滴 看来上天的老林雨还得下 秦孝公来到书房时 恰逢左树长迎前前使急报 先发两万骑兵已经逼近龙溪 后续两万骑兵三日内也可抵达 戎敌方向还没有动静 营前申明 四万铁骑足以阵脚叛乱 决定不再调兵 秦孝公私存有请 对军使写了回书 赞同营前部署 并在最后重重写了八个大字 万物懈怠 物须全胜 封好密扎 军使急速而去 秦孝公看看天色已是大亮 换黑搏迁马 带了两名护卫出岳阳城东门去了 出城十里 道边一片杨柳心绿 细雨方庭 清脆欲滴 心绿中 沿着一座用石柱石板搭成的石亭 粗着古朴 宽敞干净 厅中石岸上摆着两只大桃碗 碗中盛满清亮的米酒 亭外引道上 停着一辆正亮的青铜摇车 两马驾拉 雄俊的马姿一看 便绝非凡品 摇车旁 肃立着十名红衣壮汉 身旁各有一匹纯色两马 还有四辆被牛皮扇盖的 严严实实的棚车 停在道边 杨柳心绿下 站着一个华贵锦绣的人物 红色绣金披风和头上的六寸白玉冠 使他的背影显得风姿樱滑 寻常人看来 这一行人马只能是山东的巨商大谷 贫弱的秦国如何有如此的富商车队 华贵的主人身在杨柳之下 眼睛却不断地向岳阳东门瞭望 终于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渐渐地岳阳东门的三骑快马 从较为干硬的草地上飞驰而来 到了十里亭 三骑士走马进入杨柳林中翻身下马 为首者大笑 好啊 摇身一变 还真是一派大富大贵 成事吉兆也 风姿华贵的青年身身一躬 君上 道边不便就留 若无叮嘱 境间告辞其行 自当如此 来 你我供干一碗老秦酒 为你撞行 说着 拉起颈尖的手进入石亭 还记得 我说过给你派个帮手的事吗 记得呀 君上一直未派 臣也疏忽了 没催 今日我将此人交给你 黑林 见过特使 遵命 只听一声淬亮的回答 秦孝公身后一名武士 走来向警间拱手一礼 千夫长黑林 见过特使大人 警间一瞄 见此人年轻俊秀 声音淬亮 心中便闪过了一个念头 如此女气 能做千夫长 又立即想到 既是国君推荐 想必不是平庸之辈 便笑道 好好好 你呢 你那就给我做总管 年轻的黑林 又挺胸高声道 遵命 大步站到了警尖身后 俨然一个贴身总管 秦孝公叮嘱道 黑林 是黑伯的长孙 缺乏历练 黑伯托你 严厉督导 警尖明白 秦孝公端起桃婉 肃然站起道 为君壮行 干 警尖双手举婉 万死 不如使命 干 桃婉相碰 两人一起举婉 咕咚咕咚 一饮而尽 警尖身身一躬 臣 告辞 我看你们上路 与虎谋疲 擅自珍重 君上保重 后会有期 警尖踏上摇车 一拱手 淋淋而去 年轻尽秀的黑林 回头向秦孝公望了一眼 也上马 飞驰而去 清脆欲滴的杨柳林中 秦孝公 遥望着渐行渐远的红色车马 消失在飞飞雨雾中 打马一边 回身 驰出柳林 向岳阳城 急急去了 安逸天街的丞相府 车马冷落 弥漫着一片沉重 忧伤 白发如雪的公输错 躺在卧榜上 已经气如油丝了 要不是他硬挺着一口气 要见魏王 要见魏王 早已经撒手归天了 他目下唯一的心愿 就是魏王赶快回来 听他交代一生中最后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是魏国当之无愧的三朝明臣 魏惠王集位以来 他的丞相地位并没有动摇 虽说打了两次败仗 还在少梁之战 被秦军俘虏过一次 没有给魏王增添武功光彩 但他依然是丞相 在魏国朝堂的地位 依然那样显赫 魏王对他的亲密和信任 也没有改变 魏王 魏王 回大梁了吗 守在塔前的老夫人回答 魏王昨夜回宫 今日正午来府探病 啊 你说 昨夜回宫 公书琢惊讶了 老夫人扶他坐起身 莫及莫及 魏王会来的 公书琢失望地叹息一声 听顿许久 猛然问道 魏王何处啊 丞相 中树子在书房 登陆丞相竹简 一侍女捧着药罐走了过来 公书琢气喘吁吁吁地说 啊 请他 来 来见我 是 另一侍女应命急忙去了 丞相府书房在前院第二进 国室厅的跨院内 侍女来到书房时 长大的书案前 坐着一位白衣立员 低着头神色专注地翻动竹简 中树子 长相请你即刻前去 听见侍女的声音 浮案白衣立恍然点头 豁然站起 她身材修长 一领长长的白布衫 几乎要盖住那双轻软的布靴 白色丝带束发 一只白玉簪横插其中 虽很年轻 却有一双锐利深邃的眼睛 脸庞棱角分明 沉稳举止中 透出一种冷峻高贵 显然与丞相府小丽的身份 相去甚远 她便是 公书所请的卫秧 执掌书房的中树子 站起来时 她低声问了一句 卫王来过了吗 侍女道 回忠树子 卫王尚未来过 说五十驾铃 卫阳没有再说什么 默默走出了书房 她匆匆来到丞相寝室 卫阳拱手作礼 卫阳参见丞相 公书所挥挥手 侍女们退了下去 夫人啊 你也回避吧 公书所向来不愿 夫人欲闻正事 凡有大事 必主夫人回避 公书夫人也知道 老夫君的讲究 起身离坐 悠悠一探 出门去了 公书所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语调迟缓清晰 杨啊 你来老夫这里 五年了 名为求学 实为经言正悟 老夫并没有教你甚本事 反倒是你 给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啊 赵文道 西死可以 卫国有如此英才 老夫死也瞑目了 丞相 卫阳在府独遍天下名典 跟从丞相 历练政务 受益匪浅 秧啊 我是要叮嘱你啊 留在魏国 成就魏国霸业 大魏国之士 当一统天下也 没说到魏国霸业 老公书总是激动喘息 魏秧一片淡漠 公书丞相 魏国气象不佳 魏王不会用我 啊 活意见得呀 公书聪苍老浑浊的声音中 透着惊讶 一则 魏王浩大喜功 不误国本 对魏国衰退并无洞察 对治国之才 不会渴求 二则 魏国官场腐败过甚 大争正气消弥 风云邪气上涨 魏王尽淫于奢靡 何有心思 抄把启用一个小小中数字 三则 上将军旁娟 已经成为魏王公骨 其战功是魏国朝野迷醉 连同魏王 无人体察魏国实力 正在日渐萎缩 更无人想到魏国需要 第二次变法 时是如此 魏国何能 急迫求贤呢 魏杨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公输长相 魏国不会强大很久 魏杨留下 也是无用 公输措紧紧盯着魏杨 老眼中闪出奇特的光芒 杨啊 你总是有特意见识 为其如此 老夫要鼎力建举你 请你实言相告 魏王若能真心用你 为以重任 其后如何 魏杨坚定而自信地说 二十年内 魏国一统天下 公输措长须一气 满脸泛着兴奋的红光 杨啊 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你能告诉我你真正的授业恩师吗 真想见这位高人一面啊 得天下英才而欲知 人生一大乐事也 老夫可慕 这位高人有你这样的弟子啊 公输丞相 先生与我有约 永远不说出他的名字 我应凭自己的真才实学 立足于天地之间 不能以先生名望立身 我知善恶功过 君应自己一身担成 我当信守约定 魏杨说得很慢 但没有丝毫含糊 公输措 凯然叹息 世间有你等师生特立独行 人世才有五色当空也 侍女匆忙走近 低声禀报 丞相 魏王驾到 公输丞眼中显出兴奋的光芒 低声道 杨啊 你先下去 魏杨点点头 从侧门 从容地走了出去 寝室外护卫 一声长长地报号 魏王驾到 魏惠王来了 清车简从 朴实无华 与往常大相迥异 他知道 老公输 不是奢华 而且很厌恶 朱光宝器 高车四马 那一套 有几个王室子弟 都因为这个原因 曾被老公输罢职 魏惠王虽说是 一国之王 老公输不能拿他如何 但对这个资深望重的 三朝老臣 魏惠王 总是有些许 莫名其妙的顾忌 对这样一个老古董式的名臣 纵视国王 也得收敛收敛 每件老公输 魏惠王都要刻意朴实一次 弄得很不自在 这也是魏惠王很少到 丞相府的原因 今日 魏惠王特意带了五千金 准备赐给公输夫人 后半生安度晚年 同时 魏惠王已经决定 要隆重举行老公输的葬礼 让天下都知道 魏王敬老尊贤的美德 走进寝室时 魏惠王脸上 溢满了哀伤 公输挫 勉励欠身拱手 魏惠王 魏惠王 输臣重病在身 不能相迎 魏惠王急不走到他前 扶住公输挫 背险关切道 哎呀 老丞相不必多礼 病体要紧啊 本王昨晚急急赶回 本当即刻前来 奈何国务繁荣 来得迟了 这时 侍女捧来一个秀墩 置于他侧 魏王落座道 老丞相一病经年 安心静养 早日康复 魏国不能没有老丞相 支撑也 公输挫老眼中 闪着泪光哽咽道 老臣 老臣只怕凶多吉少也 哎 吉人天相 老丞相淡放宽心 本王派太医日夜守护 公输挫摇摇头 喘息挣扎着坐起身子 臣以余夕等候我王归来 是要向我王举荐一个 治国大财 祭我相位 此人足以扭转乾坤 足以扫灭诸侯一统天下 成就魏国大业啊 魏惠王急迫地问道 何人哪 可是大将之才 旁娟是该换换了 魏央 牧下就在我府 魏惠 魏惠王恍然顿时轻松了许多 是否老丞相 几次提起的那个魏惠啊 老丞相啊 他才二十岁出头 你不觉得太稚嫩吗 再说了 他是谁个学生 如何堪称 扭转乾坤之大财呀 我王和他一谈便知 看人何须一定看诗呢 明师出高徒 他能无识自通 供书措艰难拱手 一脸肃然 魏王 且听臣最后一言 我身解魏惠啊 此人 殷州血统 天资极高 跟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人 修成惊天伟地之才 卫阳俯臣处置国政五年 诸多见解臣深为震惊 此人啊 若不能为我王重用 将成为国 千古遗恨啊 魏惠王无奈一笑 他很理解这个年迈老臣的 殷妾续道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谁能说不是呢 但是 这种病话 不能当真 臣吟片刻 他站起身来 扶住了 公书措 关切道 老丞相啊 你重病在身 安心歇息也 公书措闭上眼睛 苍老而痛苦的脸上 涌出两行热泪 魏惠王心中 很有些不耐 不想再继续 遇到一个无名年轻人 他拍拍公书措 依然是倍加关切 老丞相啊 你以为旁娟和公子昂 谁更适合做丞相啊 公书措没有接这个话题 眼神冰冷道 敢请我王 食言相告 魏国 真的 不用喂羊吗 魏惠王 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好丞相啊 将一个大国命运 交给一个不明底细的后生 你就放心 你就放心吗 公书措沉默了 长长地叹息一声 陡然两眼放光 我王 不用此人 就毕得杀了此人 为魏国长远大计 不能让他到别国 魏惠王 惊讶地看着公书措 一个堂堂大卫国丞相 如此固执地纠缠在一个 无名小辈身上 一定是得了失心疯了 刹那之间 他有些可怜起这个 发如双血 枯瘦如柴的老功臣 觉得不能让他再失望了 于是 势然笑道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本王明天就杀他 一定 公书措无力地 溢在踏垫上 老泪纵横 一句话 也不愿意再说了